小冬瓜 小冬瓜作為送行者呢 他也辦過好多令他印象深刻的告別式 說你曾經辦過一個不到五歲就離世的小朋友 對 的告別式 其實這也呼應到這本書 生命最後三東電話你會打給誰 其實真正想講的就是 你沒有這三東電話 在真實的人生當中其實是沒有的 因為很多的告別都是非常突兀起來 就像剛剛周老師講得很好 很多時候我們都認為送長輩是天經地 但是卻忽略到 其實所有的親情陪伴都沒有理所當然 這幾年可能是因為剛好家裡面 我也自己有兩個很可愛的小寶貝 就是一個兩歲一個四歲兩個孩子 然後讓我當了爸爸 也開始學習怎麼當爸爸 那在這過程當中發現說 以前其實不太會在告別式這種場合上面 或在服務家屬的過程當中 就是流淚或幹嘛 因為畢竟那是我們工作的專業嘛 可是就前不久其實也碰到一個案件 那個時候其實是 在陪伴的過程當中 自己也忍不住淚崩 那那時就是剛好發生在 這個客戶本身其實是我一個好朋友 然後其實在我們去醫院協助的 其實幾年前我們那時候才 一起跟他們家人們聚一聚 然後很開心就是迎接新生命的到來 就彷彿好像才發生在昨天一樣 但有一天他就突然打電話過來給我 他就說你能不能來醫院一趟 我說怎麼了 他說我們家小朋友走了 我說怎麼可能 我說那個時候我們還一起吃飯 然後大家那麼開心 他還這麼 那沒辦法生病 那當然就沒第二句話 立刻就趕到醫院去 那當時就是走進那個家戶病房 那就看到媽媽就在旁邊 幫小朋友開始換衣服 然後一邊換 然後媽媽就跟小朋友講說 不要怕 爸爸媽媽在旁邊這邊陪你喔 那你不要感覺到緊張 我知道你現在看不到 但是我們都在旁邊陪著你 然後就是唱著他平常喜歡聽的歌謠 然後換著衣服 那那個時候其實我內心就 整個心就揪起來 就想說我很難想像 如果萬一今天這個事情發生在我身上 是我要來陪伴這件事情 我完全沒有辦法承受 就是那個時候 我內心就是整個就也灑住了 就站在門口 那靜靜看著那個我想說 還能為他做什麼 其實我們的職業 還是只能陪伴送行嘛 那當然就是聯絡醫院的往生室 然後我們要去處理後續的程序 那有經歷過的 可能會有經驗知道說 醫院都有他們配合的離公司 他們就會帶著那個單家 那就推進病房 就說那我們要換床囉 那要一次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引到家 說那時間也差不多到了 那我們就要 護送小寶貝去往生室 然後媽媽就看著我就說 我能不能夠不要讓他 躺在那個床上 我覺得那個床看起來很冰人 就是我不想讓我的小朋友 躺在那裡 那我說那你有什麼想法 他說我能不能抱抱他 我說可以啊 沒問題啊 這個就稍微跟他們工作人員 打點打一下招呼 那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 就是最後的一個 對 告別 告別跟抱抱 所以媽媽就這樣 一路抱著他 然後一路走到往生室 然後一邊走 然後一邊唱著歌 然後跟他講說不用怕 爸爸媽媽都在旁邊陪伴你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也給了我一個很大的提醒 就是很多時候我常在講 我們就輕易都覺得 陪伴是理所當然 但是誰要先離開 其實沒有人知道 所以我們都要充分地去把握 那個陪伴的那個當下 所以就是回到家裡面 看小朋友就覺得 有機會就多陪吧 因為永遠不知道 什麼時候是最後一次 對啊 然後說 小冬瓜你也為了這個 抗癌小天使湯佩茲 舉行了生前的告別式 是是是 這個也很有意義 是用生日派對的方式舉行的 對 說到這邊要先特別 很感謝很感謝雅蘭姐 對啊 因為當時這個事情是這樣 就是佩茲她19歲 她不幸罹患癌症 然後我覺得她非常激勵 人心的一件事情是 她並沒有因此而自暴自棄 即使所有人可能告訴她說 她的狀況其實並不理想 那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 甚至她的生命的流失 就像沙漏一樣 是漏言可見的 可是她並沒有因此放棄 這麼快 每一天都很認真的過生活 然後她寫下自己的代辦清單 很像那種就是 有一部電影叫 那個一路玩到掛這樣 她就是一項一項去完成 她想要完成的事情 然後她最後一個願望 就是她希望能夠有一次機會 是她所愛的人 能夠陪伴著她 然後一起來過 一起來過生日這樣 那當時就是因為緣分 然後早上我們說 好啊我們很熱意 幫她做這樣子一個安排 然後所以就很認真的 幫她規劃她的那個生日 我們叫生日派對 要幫她過生日這樣 可是我們所有人都很清楚知道說 這個派對它代表的是什麼 那聖靈告別室這件事情 其實它很理想 然後大家也都覺得很不錯 但它有一個很難的問題就是 什麼時候執行 沒有人可以抓得到那個時間 佩智很早找上我們 她很早就找上我們 然後在規劃那個時間 其實她中間速度 就是有發病為通知 所以她的狀況其實是非常不理想的 然後有一段時間 我們甚至很替她擔心說 會不會有可能 她來不及等到她的生日 所以我們其實也有一點擔心 沒有辦法入期 你們秀她生日的當天辦一個生日 同時也是告別式 對 對 對 然後其實就算是她的生日派對啦 然後只是就是 當我們問她說 她也沒有打算要提前 然後她說她希望 還是能夠在她生日那一天 所以她其實 因為她後期 其實她身體的病痛折磨 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所以甚至她有一度 她的那個身體是虛弱到 她有點想要 有點想要放棄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也跟佩茲的互動 也有點感情 那當時就想說 那我們還能夠為她做什麼 其實那時候也在想 那當時她的家人就說她很喜歡雅蘭姐 她非常非常喜歡雅蘭姐 她是雅蘭姐的頭號粉絲 然後所以那個時候就是 我們也透過了很多朋友的幫忙 也感謝萊格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第一時間聯絡到雅蘭姐 然後就也拍了 雅蘭姐那個時候非常快地拍一支影片 祝福她也祝她生日快樂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就很趕 趕緊急地把這個影片 然後給到佩茲看 佩茲非常非常非常的開心 然後她就說她要再撐下去 她要一定要打起精神來 然後所以在那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就看到 她的那個生命其實是非常的堅強 然後所以到後來 到了她生日的那一天 就真的是如期的舉行 那你很難想像 一個這麼瘦弱的一個女孩子 她那時候其實已經受到皮包骨 可是她還是很堅定地 就鼓舞身邊所有愛她的家人 說你們一定要好好的 你們要加油 然後我很愛大家 然後我們就一個一個人 就是面對面的 然後跟她表達 我們對她的鼓勵 我們對她的感謝 那那一件事情 我覺得對於所有 與會的人來講 我覺得那真的是一個 很大的鼓舞 對 我們其實受到 佩茲很大的啟發 所以我們那時候常常 就開玩笑回頭在想 就是我們那個活動辦完之後 我們有很多合作的夥伴 有的跟公司提離職的離職 然後那個以前不敢衝浪的 都跑去衝浪 離職的是說跟老闆說 他要去追求他的失於遠方 是啊 失於遠方 因為她覺得人生其實很多時候 還是要為自己勇敢的活一會 因為永遠都不知道 自己可以活多久 然後有些以前 約衝浪不敢去的 她因為受到佩茲這樣子的感受 她說你看佩茲這樣子都可以 她才 還不到二十五歲你知道嗎 然後她這樣都可以 那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勇敢 為自己人生活一會 而且其實很特別的一件事情 是其實今天錄影 我們沒有特別安排 但是其實剛好明天就是佩茲的生日 對 然後所以我覺得 明明當中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然後我覺得很感謝雅安姐 給了佩茲在最後路上 一個非常大的鼓勵跟力量 哇塞 對啊 說不說話 但是會哽一 我們來看一下現場這一小段 佩茲的生前告別式的影片 我們來看看 嘿 生日派對的這一天 一位帥氣自然見美的世界冠軍 抱著你走進會場的時候 我當下突然就懂了 這些其實都是你的用心 既然說好是生日派對 那麼當然就要在生日這天舉行啊 這樣一來的話 我們以後只要想到你的生日 就會回憶起這一天 在舒適漂亮的會場裡 掛著隨風飄移的浪漫沙蓮 還有閃閃發光的霓虹燈下 每一張充滿幸福的拍一個照片 最後 還有每一位現場的親朋好友 臉上洋溢的笑容 吃著雞排喝著珍奶 反正 以後只要想到你的生日 這一天都會是充滿了愛 是這麼樣的美麗 開心喔 好 來拍拍手 她其實佩茲蠻勇敢的 很勇敢 然後她一一去實現她的願望 像她希望到海邊去看大海 然後就我們那個台灣幼稚生命協會 就讓她去真的去看大海 然後就晚上吃飯的時候 就特別讓我再去出現 你以為出現在她面前 然後她每次都要她父親幫她 都隨時再照顧著她